一年一度的台北马拉松 即将在12月19号开跑 结果现在却发生疑似个资外泄的问题 陆续有民众接到诈骗电话 知道我的姓氏 然后以及我有参加这个活动 那一定是因为我的个人资料都在他那边 那其实我就会有点担心 因为其实我是用线上做刷卡的 我还在等他能不能够针对 个资保管这块做个比较完善的解释 警方调查全台有超过20人接到诈骗电话 受骗金额高达上百万 而且话数大同小异 假扮成主办单位说民众原本输入资料时 把个人报名填写成团体报名 因此会多扣款 会帮忙告知银行端 结果没多久后又接到假扮成银行行员的电话 说资料错误要民众操作汇款 从几千块到上万块不等 中王民国路跑协会也在脸书证实 确实陆续收到民众回应 已经向警方报案请求协助 除了路跑诈骗外 南港还有诈骗集团在脸书开设投资社团 吸引被害人上门 问题是你照正常的逻辑来判断 一个月5%10%一年就100%了 怎么可能 灵性男子就是看到社团里面 很多投资或高利润的贴文 主动联系代操者被洗脑 打算汇款250万 幸好航员机警发现阻拦 而刑事局统计所有诈骑案中 假冒公务机关诈骗是常见手法 今年1到11月共有1013件 比去年同期多了71件 诈骗金额高达6.6亿 其中60岁以上的被害人占了7成 诈骗集团犯案方式白白种 民众千万可得睁大眼睛 别再上当 TVBS新闻参讯新宴 特别是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